嗨,大家好,我是艺术侦探长悠悠 1月6号的美国国会开放日活动,大家听说了吗? 参观的游客真是络绎不绝 有人热气地和艺术品合影留念 有人进行爱国的教育 也有人搞上了cosplay和真人CS 对此我只能说,穿黄的教徒终于抵达了他们的奥林匹斯身 这次的国会开放日活动,堪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 我们见证了世界名画的单身 比如燃烧的国会大厦 还有游戏大作的时机演示 比如刺客信条国会山 其实很多游客可能都不知道 真正的镇馆之宝并不在大厦内 而是在大厦的房顶上 他曾经遇事,并且也见证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 他是谁呢? 其实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以为他是原住民 实际上他是林圆购 自由女神 也叫武装的自由 或者自由的胜利 美国国会大厦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的修缮和扩建 在美国内战前夕 也就是1854年 人们想在原始的原顶上 再加一个更高更美观的穹顶 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 负责扩建部分装饰的人 就和雕塑家托马斯·克罗佛的商量 应该在顶上放一个傻来装饰一下呢 最初他们考虑过华盛顿的雕像 但是呢华盛顿的雕像已经太多了 所以呢自由娘又一次被选中 老工具人了 在他们再三商量之后呢 最后的自由娘成品长这样 他一手扶着剑柄 一手拿着象征胜利的桂冠 和有13个条纹装饰的美队同款盾牌 他身上的这件挂唐护露的貂皮 其实呢是印第安风流苏长袍 在他的胸口呢 还别着一个刻着S字母的别针 说明他来自客 其实仔细看 S外面还有一个U 表示US 自由娘他站在一个球上 上面写着拉丁语格言 Epluhibusunum 意思就是out of many one 合众为一 很好 这很美国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他不对劲 他浑身上下 没有他身份的象征 没有自由的符号 凭啥说他是自由娘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座成品 已经是第三高了 开始呢 这座自由女神设计 还是遵循了欧洲的图像传统 身穿着古希腊长裙 头戴着象征奴隶解放的弗里吉亚帽 就跟自由引导人民里的自由女神一样 但是负责国会大厦总体设计的杰弗逊戴维斯 也就是后来南北战争期间 南方叙奴州联盟国的总统 看到了弗里吉亚自由帽 表示非常不满 很愤怒 说这个帽子的历史 是他不适合那些天生自由而不应该被奴役的人民 这种话什么意思呢 戴维斯自己解释说他不喜欢自由帽 因为美国的自由是原始的 而不是奴隶解放的自由 明白了吧 你生来自由是可以的 解放奴隶不可以 对这点帽子的争议预示着后来南北战争的爆发 雕塑家Clofford也只是个打工人 无奈只能把象征自由的弗里吉亚帽去掉 换上了和自由没有一点关系的樱头和羽毛 让这个雕塑成为了完全认不出来的超级缝合怪 美国人厉害就厉害在他去掉了自由娘的所有象征物 还认说人是自由娘 这叫什么 这叫重新定义自由 你可以看到上期自由女神像身上 也很难发现自由的象征 摘掉了自由帽 还把脚链藏得严严实实的 生怕别人看到 但人家说了 这就是自由 现在有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这尊自由娘很诡异 看不懂 在思考花了这么多钱 到底见了个啥 连美国人自己都质疑他们自己的自由 我只能说自由就这 实际上自由的胜利这件雕塑 不光有装饰的作用 还真的拥有神力 它可以掌握雷电 你可以发现 它的盾牌上和肩上共有十个尖刺 这些尖刺一方面是防止鸟落在雕像上 另外一方面也是避雷针 这尊蓄弩主义妥协产物的自由鸟 只要站得足够高 只要没有人看得懂 就不会被推倒 顶多造雷皮 最后我想引用美国国会官网 对这件雕塑作品的评价作为结尾 铸造自由雕像的这个故事揭示出来 一些创造自由的人本身并不自由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董悠悠 加根不易 还望多多三连支持 下期我们一起欣赏国会穷顶壁画 华盛顿风神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个人账号 艺术侦探导演哟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